星座 谢谢你们 邀请我们到广学宁来这边 和恩典台来分享来祝福教会 谢谢你们 我们实在很感恩 能在这边教会一到设许一许多多 爱与主的弟兄姐妹 谢谢老师 我们在这里虽然有好几堂 但是我们非常享受 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都看到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动工 好 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 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同意 好不好 我们带着恭敬的心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 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 就是在这个颜色里面都可以看到 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 一 二 集 那时天国与十个同意 拿着灯祝祈祈祈祈祷 其中有五个是宇宙的 五个是聪明的 宇宙的拿着灯 却不一杯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一杯油在气里 severe 集团 他们都打死 也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同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你做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颜图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我们把不够的灵有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买个地方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一倍熬了的 同他进去做习 我们就乖了 提依的同理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清醒 因为那日子八十成 你们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都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等候你的圣灵 现在在我们的当中运行 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工作 使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 听到知道明白你的心意 好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 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骗主在我们的当中 共主的名祷告 大家请坐 我要请你们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 是很短的 你们要注意啊 一下子就没有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十个同理 这个就是要欢迎新郎的地方 这些同理非常的高兴 在那边要预备 就是他们的灯里面装了油 所以他们加了油的时候 就是要去明见新郎 他们在那边在等待的时候 他们的灯都在发光 特别注意到这个 那个油都烧完了 灯也熄灭了 哦新郎来了 再报告新郎来了 所有的同理 他们只有点灯去迎接新郎 但是有一些他们的灯性也 他就求帮你给我一点点 但是那一个不给他 后来只有五个同理 去迎接新郎 这些没有预备好灯的 他们去挖油回来的时候 哎呀 已经门已经关了 叫神开门 叫主开门的时候 主说 我不认识你 你看 这个是多么的可惜 这就是我们 今天早上 我们所要看的一个经文 刚才我们在读的圣经里面 就是已经记载了 我先要跟你们讲一下 在那个时候犹牌的地方 他们的婚礼跟我们 有一点点的不同 在锁定的要结婚的 那个日子的前一个星期 新郎就先到新娘的家 把新娘借到她的家里面 那就在等到那个婚宴要开始 当这个新娘借到新郎的家的时候 就有预备了十个同理 十个同理叫什么呢 当新郎要来的时候 他们要预备好他们的灯 就是灯点燃了 有光出去迎接新郎 到新娘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新郎住的地方 到那一天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新郎会忽然间出现 但是当他们听到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的时候 这些同理通常是十个 他们就点了他们的灯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新郎会来 所以他们就把灯点着 有时候要延长到三更半夜 那没有油的灯 他们要把油添上去 在当新郎来了的时候 这些十个同理他们就出去 用他们的灯带着 因为是晚上漆黑哦 要把新郎带到那个延西的地方 新郎呢他们为什么这样迟才来呢 就是当他们那天要结婚的时候 新郎呢就是每一条街去 有很多家家夫妇她的朋友都出来 恭喜她 所以有时候呢 半夜以前 有时候有的新郎呢 半夜过后才来 所以当听到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的时候 这些同理赶快点着他们的灯 来引路 因为已经很热了 把新郎带到他自己的家 然后门就关起来 那个婚宴呢就这样开始 刚才你们有看到这个图片 当行新郎来了 新郎来的时候 有五个愚错的同理 他们以为说 新郎或许会比较长大 所以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 等到新郎要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那盏灯 那个火已经熄灭了 他跟其他的五个聪明的同理 讨一点油 他们说 这个我不可以分给你的 但是我要解释 为什么不能够分给他们的 就叫他们出去买油 刚刚出去 新郎就到了 他们就灭了那个最关键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做信徒 我们都要学习的 我先来说 这个灯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灯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 神拯救了我们 就是借着圣灵把这个 把我们的生命点燃了 我们的生命是会发光的 弟兄姐妹 当你们从教会出去的时候 你是做一个光吗 还是别人看到你 你的同学看到你 你跟我们一样 我们玩电脑玩到深夜 你也是 你不是一个成为一个光 假如在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你玩了一个小时 对不起哦 我要回家去读书 你正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就是一个光 假如你是在职场里面 你在做工的时候 你需要成为一个光 因为你已经有了圣灵 神把新的生命赐给你 想看看 你问自己看 我有没有在职场里面 成为一个光 你是不是 每天去上班的时候 迟到 早退 我也知道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人吗 希望没有 或者你一直在做生意 你一直在做欺骗的 哦 假货当中真货来卖 你是不是在发光呢 神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 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将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灯里面 我们需要圣灵 圣灵呢就是代表油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盏灯里面有那个油 但是因为我们等了太久 好像我信主了这么多年 我等主的再来很久了 我灰心吗 没有灰心 因为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 他说他要回来迎接我们 那个时候呢 他要跟我们一起 赴那个婚姻的研习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希望 我要问几兄姐妹 你们是不是已经等到疲倦了 你开始信主的时候 每个星期我去聚会 今天 我不想去今早下雨 睡的时候真舒服 今天我有生意 要跟顾客来谈生意 我也不来 一个星期不来 第二个星期 又有第二个星期的理由 慢慢慢慢慢慢我们就冷淡了 就好像这个灯里面的火慢慢就在熄灭了 还有一点 当我们在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警醒了 你看这五个余错的同女 他们就是等到 等了好久也碍睡了 虽然知道他们的灯快要灭了的时候 他们也懒得出去外面去买油 他跟五个聪明的说 把你的油来给我 很对不起 我们的油是不能够分享的 不是因为我们只是 神把生命 借着圣灵给了我们 我们那种的新的生命 不能够用别人的生命 来代替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预讳好 你去把门 你说 主啊 主啊 我都有相信你哦 我是跟父母来 有恩典堂 李牧师都会有很多年了 请你开门给我 主耶稣说 很对不起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预讳好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把别人的生命 来代替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 要对我们的生命要负责任 因为神把新生命给了我们 也将圣灵也赔了我们 反而我们随生命 所需要的每一件事 我们跟主求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们 那一天打门的时候 主耶稣不开门的时候 你不可以说 你去找你牧师 他带我信主的 我在他的教堂里面 很请你牧师的介绍 牧师的生命 那个时候 不能够代表你的生命 那个时候 你的生命 亲自要向神来算账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聪明的同理 他们有没有灯 有了灯 主拯救他们又一个生命 他们有没有油 有 他们预备好油 通常呢 这些同理 他们的灯里面有油 他们另外再预备多一瓶的油 每个主耶稣来的时候 新郎来的时候 比较迟 那个灯里面的油就熄灭了 为什么我们担心 这个灯熄灭了呢 因为外面是一片的漆黑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光 引导别人来走着 属耶稣的生命的大路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油 天天我们要跟主来发光 圣经刚才里面说 我们要警醒 不是说隧道连 那个油已经没有了 那个灯已经熄灭了 我们不能够在人群的当中 为主来发光 那到那一个时候 主耶稣来迎接所有聪明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会被漏到 在外面哀哭怯 最可怜的是 当他们在敲门的时候 主耶稣啊 你开门啊 你开门 我都已经等到最后一个分钟了 我不是一直在沉睡啊 主耶稣说 对不起 他在说什么呢 我不认识你 当有一天的时候 你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 跟爸爸说 我是你的孩子了 你爸爸说 我不认识你 你会怎样 不打算你会哭 你还会生气 这个五个同龄 他们有等啊 他们有意味啊 但是他们没有警醒 警醒是什么意思呢 警醒是 你在每时每刻的时候 你都会在觉得 哦 那个要到的会到 比如说 我们去机场等飞机 有时候迟到 我们是不是就在机场 大睡一场 没有我们在警醒 我们在看 我的死表是不是已经停了 我要看机场里面的死表 那么钟是不是飞的 我们不要睡到连飞机来了 又飞走了 我们还在沉睡 这一篇的圣经里面 跟我们说 我们要警醒 我也记得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在家里面 这个铁窗很多 我们为什么有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怕贼跑进来 而且我们不会睡得很熟啊 当贼要来 怕要开那些窗门的时候 我们还会听到 所以在这里呢 主耶稣要教导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 警醒的基督徒 晚上你可以睡 白天你还可以做工 但是无论在睡着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要有 预备好的心 无论主耶稣今天往上来 我们的灯有油 随时灯就可以燃烧 假如主耶稣在过二十年以后 再来的来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警醒了 免得主耶稣来的时候 看到五六十岁 信主五六十年的基督徒 还在睡 还在沉睡 还在糊里糊涂 在最终来过生活 没有过着一个分别为圣 圣洁的生活 在世上在智商在教会 在家庭在朋友的当中 还是好像过着黑暗的生活 弟兄姐妹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主要来的日子是寂寥的 我们不要给他们发现 我们是已经不能够发光的一个灯 圣经里面又说 神他们扣门的时候 耶稣不开门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主耶稣你说我信了 已经二三十年了 我不是好像刚信主 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样 你应该是认识我的 你也能够认出我 祷告的声音 但是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耶稣不认识我们呢 圣经里面说 凡是不遵循他的话语的人 主耶稣说 他是不认识你的 假如你认识主的话的 他说他会认识你 你说我有去聚会啊 久久一次啊 开始的时候 每个星期日去啊 后来的小组我有去啊 但是后来也没有去 假如是这样子呢 但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都不会怎样来装备我们自己 以至于神看我们 是一个陌生的人 他不认识我们的人 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 你虽然以前热心爱主 做见证 拜了很多人来信主 甚至十一奉献 你都很热心在奉献 还有呢 服侍教会 但是 假如我们不懂得遵循神的旨意 神看我们 他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个是不是很残忍啊 弟兄姐妹 并不是 当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我们必须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 不是说我现在我信主我受洗 我已经有了一张票 这个能够到天堂去 我已经安稳了 从那一天受洗以后 我不必来教会 我不必度神的话 弟兄姐妹 你就会成为一个 神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教导 神将祂的心意告诉我们 神也起早跟我们说 祂要来的日子是怎样的 国公道国 民公党民 有地震有火灾有火箱 这一些的海峡 这一些的东西 神已经告诉我们 神会问你 你就是因为没有读我的话语 你不懂得准备你自己 使得当我忽然来到的时候 门就已经关了 当恩典的门关了以后 你怎样导人 你怎样去求 你已经试掉了 那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 这个短短的信息 就是我要鼓励大家 不要以为你已经有了 那个这个 那一张要 可以在天哪 已经订了一间的房间 审判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没有遵行 神的旨意 你们现在你们自己想一想 我到底知道神的旨意吗 我对神是热心呢 还是冷淡 还是不冷不觉 我对参加聚会 有没有那种可梦的心呢 对于教会的事工 我是不是尽了我哪一部分 来服事教会 来服事神呢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来告诉我们 我们不单单要预备我们的灯 就是我们的生命 意味着有圣灵在主教会里面 最主要的 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能够参加这个婚姻 高阳婚姻的联系 假如你全部音乐好了 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 你不能进入参加高阳的联系 那你就失去了 你一生所期待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做一个 鼓励孤独的基督徒 神在我们的身上 祂有要求 要求什么呢 祂就是已经给你 过圣洁生活的能力 祂已经把用力给了给我们 我们就是利用神给我们的 来去过一个照光照严的生命 免得在那一天的时候 神会说 我们是不明不尊心主义的人 是神所不认识的人 也是不能够进入参加研系的人 我们在雪梨和嫂去了24年 除了我两个孩子结婚以外 我只能够参加两次的婚宴 因为婚宴是很贵的 所以有人请你的时候 你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不能够请他很多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祂在天上 祂办了羔羊的研系 祂要请我们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 你信主多久 你刚信主都没有关系 只要看你这个人 你的生命是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 是不是过着一个成圣的生命 使神的名得到荣耀 你不是只是出信的时候 有那种当初的爱心 以后渐渐的冷淡了 主耶稣说 要我们警醒 主耶稣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时辰 我们都不知道 主耶稣本身也不能够知道 只有天父 他知道 但是 我告诉你们 那个日子已经快来到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警醒 星期天的时候 不要睡到聚会时间完了 你们才醒 在你中间的时候 小组的聚会呢 就是我们添游的时候 星期天 到星期天 我们要添游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说 不要去小组 那个是天有战 可以啦 星期天我来的 那个游吗 或许还没等到下个礼拜天 那你们就错了 你们会很容易就 到到沉睡的地步 你们就很快的 也很危险的很快的 会miss掉主耶稣 在来的那一天 所以我在这里 我鼓励你们 主耶稣快要来了 你要预备你的油 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的生命要有美好的见证 你自己每一个时刻 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也预备好一根神说 就是今天晚上 你来的时候 主啊 我在这里 我已经穿上了结白的衣服 就是代表圣洁的衣服 我要去参加高阳婚姻的演戏 你不要想说 你的你穿的你人生都是罪 你会进去那个演戏吗 很对不起 是一个弄 是不必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 抓住每一个机会 来研究神的话 每个聚会 每个self group 都很踊跃的去 不要去那边打哈欠 而且很注意来听 领受神的话 领受了以后呢 还要遵循神的旨意 要不然 他会直接跟你说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你有ID吗 好 我们就在那边了 就是要有一个卡 才可以进去 但是那个十日 我们不知道 弟兄姐妹 随时都要预备好 不要说今天晚上 我去补偿 或许主耶稣来的时候 都会发现我在那边 那你就错了 时间不是在你的控制里面 时间也不是你想象 你计划要在哪里来 那要来的 忽然间就来了 所以警醒 警醒预备好我们的生命 警醒预备好 来加入这个业 婚姻的联系 你们同意吗 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相信 主耶稣的亲爱朋友们 今天就是你们的机会 你要开你的心门 接受主耶稣 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当那一天他显现的时候 他来迎接所有的信徒的时候 你也被包挂在内 好不好 你也来接受我们这位的主耶稣 他很快被回来了 我知道很快 什么时候 对不起 我不懂得告诉你 在我跟你谈的时候 我也要预备我自己 我也再提醒 等候他的再来 好不好 我们就来祷告 对不起 你要做个护照 是吗 我要很快的 护照 两种的人 第一 还没有信主的 在座有没有 请你举手 还没有信 还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第二 护照 所以我要 信主在座 信主的弟兄姐妹 亲戚朋友 阿方阿妈 阿姨阿 阿伯一波 还没有信主的 请你举手 哇 多 OK 所以我要 两分钟 为什么要护照